身邊有很多朋友問我 現在這麼流行使用洗臉機 其實是否這麼需要買一部來使用呢 還有它是否真的這麼合適呢 我自己本身也有一部Canasonic Mi A2 都用了三年了 我自己就真的覺得蠻好用的 而今天就會用這部新出的Canasonic Ayer 做一個Review 大家可以先看看它附送的拆頭 它的拆頭也是很柔軟的 另外它會有三個星波褶面的速度 大家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速度來使用 而且這部機器是可以用USB去充電的 非常之方便 我們現在就去測試一下 它有用洗臉機和沒有用的分別 第一天就會普通用手去洗臉 之前都已經卸妝了 我就把洗臉產品倒在手上 之後加水起了泡 之後就直接用手按摩洗臉 好了 沖完水之後 我習慣都會用通拿 倒進棉花裡 再擦多一次面 我建議大家用通拿 都是用棉花 取代用手拍在面 因為除了保濕之外 還可以輕輕去多一次面的角質 看看會不會再擦到一些髒東西出來 擦完之後大家可以看看棉花 其實你會看到棉花 還會有一點灰灰黃黃的髒東西 擦出來 可以證明單用手去洗臉 就未必可以清潔得非常之徹底 第二天同樣是先下妝 今次就會用洗臉機去洗臉 我會先濕刷頭 之後倒少少洗臉的產品 之後就可以開機洗臉 有很多人都說 用完洗臉機之後 臉都會很乾 其實都是因為大家用洗臉機的時候 經常都會握緊刷頭 然後不停去打圈 其實這樣用就不適合 用洗臉機只需要輕輕 刷頭碰到皮膚 停留一會就已經可以了 因為它本身有震動和轉動的功能 就不需要自己人手去打圈去動 另外這部機器也非常好 它會有計時的功能 在洗完一個位置 夠鐘的時候 就會發出嘟嘟聲 然後就會提醒你轉去另一個位置洗臉 這樣就不會過度 在一個位置洗臉得太久了 沖洗完水之後 同樣都會用通牙擦多次面 看看會不會擦到一些正月的髒東西出來 大家可以再看看今次用了洗臉機之後 用棉花擦完面的情況 你可以看到棉花也是非常乾淨的 沒有剛才用手洗完的棉花 會有灰灰黃黃的髒東西 大家看完之後就可以做一個參考 看看自己有沒有需要投資一部洗臉機 還有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洗臉機 大家買的時候 就要記得看清楚它們的功能 看看是否適合你才好買 大家看完 看完